大棒一揮小白球直接飛出全壘打牆 魏拳龍林智勝的三百轟 寫下中華職棒的大師兄障礙 但年過四十的他在場上揮棒的時間 已經進入倒數計時 週四期林智勝 潘衛倫都在中華職棒 征戰超過二十年 今年高掛球鞋之前 都希望能在這裡辦淫退賽 畢竟對三人來說 大巨蛋是他們心中的棒球勝地 二軍賽場上統一是老將潘衛倫 對上台岡雄鷹撞圓新秀 曾子佑揮出一支左愛安打 有趣的是原本就是超級私民的他 十一年前曾在夏令營上 和潘衛倫一起合照 但如今換個身份 習近的偶像成為對手 四十二歲的潘衛倫宣布在九月二十八號 舉辦引退賽 當天的四代對決也將會是最後一次 小時候還沒打棒球之前 就認識這位學長 很特別喜歡他面對這次的對決 然後也希望可以從學長手中 不管是安打還是全壘打都好 能在場上見證偶像的影退賽 對曾子佑而言宛如電影情節 同樣準備迎來自己最後賽季的 還有中信兄弟的周董周思琦 而三人都計畫在大巨蛋辦退休 讓大前輩好羨慕 大巨蛋落成啟用不但讓球迷期待 更讓中職賽場上奮鬥超過二十年的人氣球星 完成在全新巨蛋球場風光退休的生涯願望 技術人員卡住張家瑜賴文中財網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